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这一阵子呢 在一两个月之内啊 我一直在讲这个 一周赚进三百万这本书啊 那这本书是在美国 它的发布的名称叫Launch Launch就是这本 这一个作者叫做 Jeff Walker写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叫做Launch Formula 就是它是一个产品发布的方程式 所以它的书名叫做Launch 然后呢 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 我在讲这个书名 一周赚进三百万的时候啊 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哎呀是不是在搞直销啊 怎么可能赚这么多啊 很好笑 他们一听到一周赚进三百万 就突然就联想要直销 传直销 我都不曾想过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好像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面 好像只有传直销 可以感觉赚这么多钱 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一周赚进三百万 好像感觉是在搞什么传直销 其实不是哦 在美国这个网络行销大师 Jeff Walker 他是真的有这种实力哦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电子邮件的名单已经超过数十万笔 数十万笔 所以你想想看他一本电子书如果卖台币一千块的话 他只要卖给一千个人的话 就可以赚进台币一百万 用这个方式去联想你就可以去推算了 那在美国呢他们的名单收集量其实是比台湾人还更恐怖的 在台湾网络行销老师要超过一万笔名单的其实也没几个也不多 那这本书呢他会翻成台湾的这个中文版 其实我觉得蛮幸福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那个launch的英文版发布的时候 我还没有多大感受 可是看到中文版里面的被翻成中文字之后 哇看了其实是蛮震撼的 那我现在就是来讲 这一个这本书他主要的精华是在讲什么 为什么叫做product launch formula 就是产品发布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方程式 为什么可以让他这么快速的赚到钱 那其实他结合很多行销的知识 只是他很浓缩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让很多人相信他讲话是真的 那这是有一个方法的 而且他有心理学的公式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网站的话 这是jeffwalker.com 就是这个作者他本人的网站 你到这个网站首页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 可以输入你的电子邮件 然后去sign up 去订阅他的电子书 那你在这个programs的地方呢 你看底下这边有个product formula launch formula 就是他的产品发布方程式 底下有个learn more 你自己去体验一下他到底怎么去卖他的产品 自己去体验一下 就到这个网站 jeffwalker.com的网站来 然后选这个programs 然后按这个learn more 按learn more的时候呢 他会跳出来什么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very survival of your business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very survival of your business or if you haven't started a business yet 给你的是一个影片 一个有价值的教学影片 一个教学影片 但是他会预告你第二部和第三部 未来你会看到第二部跟第三部 但是现在你看不到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才能够看到第二部跟第三部呢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研究了 假设你看完第一部的时候 你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你会收到一个email 在这里 我都把email收集起来 然后这封email 点下去的时候呢 在你注册完毕之后啊 你会收到第一封信 而且会自动跳到第一个影片 假设你的第一个影片 跳到这个网站来 你那当下没有看的时候呢 你会收到一封他的email 而且点下去呢 其实他就是帮你导演到 第一部影片去 等于说 你当下没有去看这部影片 至少你还有第二次机会 就是收到他的email 点选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的第一部影片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 之后你还会再收到第二部影片 你看这是 3月9号第一封信 3月15号第二封信 好3月15号第二封信 然后你再把这个连结点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 诶 第二个影片 第二个影片已经跑出来了 所以他的第二封信是连结到第二封 第二部影片 那一样哦 你会看到第三部影片 Coming soon 有没有 不能点 那你要点第一部呢 点下去是可以点到第一部的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very survival of your business OK OK好 OK let's talk about your 所以你发现他的技巧了吗 就是你今天可以看第二部就一定可以看第一部 但是你可以看第二部的时候你不能看第三部 那当你能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不能看第二部跟第三部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做几个网页嘛 就是第一个影片的网页跟第二个影片的网页跟第三个影片的网页 可是呢第二个影片的网页呢只能超连结到第一部影片跟第二部影片本身 不能超连结到第三部 那如果你在做第三部影片的时候的网页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三部影片都要可以超连结都要可以看 好不信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二三第三封信 把它点开 再看一下结果 OK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第三段影片了 所以三二一都可以看 第三段影片了 然后他提供第三段影片的时候呢 他提供一个给你下载 这个免费的mind map 新制图 这个新制图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下载完毕了 这个新制图呢主要就是在介绍 这个product launch的 blueprint 就是我们可以讲蓝皮书啦 应该这是blue是蓝色嘛 我们其实可以翻成台湾的中文的白皮书 那他主要就是告诉你说 他的这一个产品发布方程式的方法是什么 哇你看他这边写的很细 把它放大看一下 这样看不清楚 他写的很细就是你的每一个步骤他都有写出来 只是说他是英文版的 这本电子书是英文版的 好OK 然后接下来呢 再回到上面去 接下来呢你还要刷到第四封信 第四封信是什么呢 这一封他写 Free all access page 点一下点开来看一下 第四封信再点下去他的超链接呢 我们会连到哪里去呢 好我们连到 一二三部影片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然后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封信 好一二三四 最后一封信这一封信 点开 最后一封信的连结点下去的时候呢 他会出现什么 就是你有四天的时间可以考虑来购买他这个方案 那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 请点选下面这一个 Click key to register for PLF 点下去 点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到刷卡的页面 有没有 到刷卡的付款页面 好这个呢就是一个 我用很短的时间内 把这本书的精华讲解给你听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呢 做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今天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影片之后 你会对他开始慢慢产生 他很专业的一种感觉 然后到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呢 你会慢慢觉得他真的很专业 而且他这个影片教学讲的蛮清楚的 然后到第三个影片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他果然是个专家 然后呢他还提供一个产品给你 一个免费的 一个免费的电子输入产品给你看 好那底下呢他都会有 这个留言板 让人家去留言 让人家去留言跟他互动 那你会发现 一直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呢 他才开始展开销售 最后一封信 而且他最后一封信 他还是带了一个影片 然后最后才开始展开销售 所以这个就是他整个销售流程 但是你会你会发现 他的网站有很难吗 其实你这样看起来 应该很简单吧 应该很简单吧 所以为什么我会教网路行销的懒人包 因为懒人包的价账软体很简单 就是用拖曳的方式拖拉的方式 只要把元件拖过来就可以插入影片 把元件拖过来就可以key字 所以你只要模仿他这几个页面 你只要模仿他这几个页面 就是第一段影片第二段影片 第三段影片 还有第四段要销售的影片 他就这么四段影片 四个网页的页面而已 然后最后就是连到他的购物车 最后点下去就是连到他的购物车 开始去销售他的这个课程 这个产品 那中间你会遇到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说你四个网页都做完了 没错 可是呢 这四个网页到底要怎么样 全自动的寄给对方 这个就是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他这个注册页面 注册之后 我们会连续四次五次 收到他的信件 可是你会发现 你看39号 39号 35号 37号 321 323号 9 9 然后隔六天 隔两天 隔四天 隔两天 等于说他都会间隔两三天 间隔两三天 然后才记出下一封信 这个就是为什么 懒人包里面会用到 第一个简单的驾站软体 第二个用借力库的 自动回复系统的信件 自动跟进性的工具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到 这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简单做网页的工具 一个就是自动发送信任的工具 所以就可以完整的达到 这一个Jeff Walker 一桌赚进三百万 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这个产品发布的方程式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 就达到了他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整个销售流程 那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说 前面的这三部影片 这是重点 前面这三部影片 如果他提供给客户 陌生访客 感觉是非常专业 而且对他来说 解决了他的问题 他感觉你是专家 对你产生信任感 那这三个影片 这三封信 就是在短期间 最短的时间之内 树立你在陌生访客心目中的专家地位 一旦你在他的心目中 有了专家地位之后 你在最后一封信去发售产品给他的时候 他才容易下单 对意思说 他才容易去下单 那这个是目前 Jeff Walker 他在美国 运用这个成功方程式 成功的帮助了数千位 成功人士 数千位的案例 就是他们在发售产品的时候 运用他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然后达成了销售的成绩都非常非常的好 因此他这本书才会被翻成好几国的语言 然后贩售到全世界 表示这个方法真的是得到验证的方法 在网络行销懒人包里面 除了驾站软体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行销懒人包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搭配 网络行销懒人包的产品里面 就是除了刚刚讲的 简易驾站软体之外 还有借力库的自动跟进信件软体 然后还有一个LINE AT的行销工具 LINE AT的行销工具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去 在当你系统完成之后 你怎么去找流量 所以里面又提供一个 脸书广告的教学课程 你只要学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学太忙 就会有效果 节省你宝贵的时间 就是让你去脸书上打广告 你打广告主要的目的就是 让人家来订阅 来看你的第一部影片 那接着呢 他订阅之后 系统就自动送出第二部影片 第三部影片 还有第四部影片 那当然 你的网页要做成影片 或者要做成说明页都可以 但是呢 以目前 为什么美国 他们现在全部都是做影片 目的就是希望 增加信任感 然后把你的专业描述得更清楚 那让人家看得到你这个本人 重点就是让他信赖你 而且相信你的专业 最后他才敢跟你下单 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行有懒人包 会教这些工具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 完成这本书 他里面 因为这本书里面讲的还不错 都已经讲了他的心法了 但是你如果没有工具的话 你不可能去做到这本书里面 要你做到的那些功能 这是最重要的 我当初想出这些 用最简单 而且我找的都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你现在业界上要找到 可以组成网络行销 一桌最近三百万这本书的这些 方程式的方法 找到这些工具 最便宜的就是 我找的这些工具 目前真的是最便宜 而且是最简单的 一般大概懂电脑会上文的人 一定都学的会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教LINE呢 为什么教LINE 这个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LINE 然后你把这个点下去看一下 我LINE到底教什么东西 我这边有告诉你 LINE跟LINE AD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之前还有录一段影片 我等一下会放一个连结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你去看那一个钟头的影片 我主要讲LINE到底怎么去做行销 那我这边有告诉你 这个LINE的课程里面 我会告诉你说 怎么去推广你LINE的官方账号 让你的粉丝快速的增加 还有怎么样透过后台功能 来发送优惠赠品 让粉丝离不开你 如何透过问卷调查 让粉丝变成客户 取得客户的资料 然后如何让粉丝填写完问卷之后 可以自动取得优惠券 增加粉丝参加活动 或填写问卷的意愿 还有第五个 如何善用后台的功能 让LINE的群发讯息 可以预先排成发送 第六个 如何加入粉丝 如何让加入的粉丝 立刻得到赠品 然后如何利用自动应答的功能 由机器人带你回答 轻松做好售后服务 还有如何利用手机 就能一对一回答粉丝的留言 并设定多个管理员 去回复客户的问题 第九个 如何发送图文并茂的推播讯息 第十个 如何发送每日动态消息 十一 如何得知每日动态发文的读取率 十二 如何制作行动官网 让PC和手机各自出现合适的官方网页内容 曝光公司品牌增加搜寻率 OK 这个就是LINE会交给大家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这个 一桌赚信300万 这个Jack Walker 他没有交LINE 没有交微信 没有交这种WhatsApp 这种通讯软体呢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因为在美国 在美国大部分的人 都用email在沟通 在美国不流行 不流行LINE 不流行WeChat 微信 WhatsApp 是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很流行 那除了email之外呢 第二大的 他们美国比较会用的 因为来发源于美国 就是Facebook 脸书 所以美国人大部分都是Facebook 顶多就是Twitter 然后email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收集名单的时候 全部都是收集email 他们全部都收集email 你看这个Jack Walker 他也是只有一个栏位 他就是收集email 没有别的了 他也不会去跟你 要什么LINE的ID 不会跟你要什么微信 不会 因为他们美国的明星风族就是这样 那每一个国家 都会有他们的工具 比较常用的工具 他在美国就是email就可以了 可是在台湾 老实讲email的开讯率 目前低于30% 也就是说 你寄出100个人的email 只有30个人会开讯 这是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通常都可能连10%都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LINE来做补强 用LINE来做补强的原因 你有了LINE之后 大部分有70%以上的人 他会及时的打开LINE的讯息 所以说你平常你利用这个方式 这四段影片去跟客户沟通 当然是OK 可是如果这四段影片结束之后 客户没有跟你买 你还是要跟客户保持持续的关系 所以 LINE如果你学会 LINE AT生活圈如果你学会的话 就可以像我一样 收集这个LINE AT的粉丝 然后你只要一次群发 不管几个人几万个五万个 因为他目前收费方式 5月份开始 798块可以发给五万折讯息 五万折讯息 那如果没有超过五万折的话呢 没有超过一千折的话 是免费的 一个月以内 如果不发超过 不发 不超过一千折的话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 把网络行销懒人包 这四套软体 都把它学熟的话 那其实你将来行销的时候 对你来说 已经不管是什么商品 不管你要行销的是产品 还是个人品牌 你都可以很得心应手 不管你是公益团体 有的人问说 它适合卖什么产品 它适合做直销吗 它适合某种类型的产品而已吗 它适合公益组织吗 好我想跟你讲说 不管你今天卖什么东西 要行销什么 不管是商品或品牌 行销它就是一种专业知识 并不是这个系统只能卖什么 没有那回事 这是一套知识 这是一套专业知识 它是一种方法 当然不管你卖什么东西 重点就是你要让访客 让陌生访客跟你成为朋友 甚至他把你当成一个标杆 把你当成一个意见领袖 只要是你说的 你能够在他心目中都是一种 有专业形象的地位的人 那他会相信你的话 你卖的东西他才愿意给你买 他才愿意掏钱给你 这个就是网络行销懒人包要传达给你的 你学会之后 不管你今天要创业 还是你今天在某个公司里面担任 行销部的人员都可以用得上 都可以用得上 那网络行销懒人包呢 目前优惠活动呢 我都是每个礼拜就会涨价一次 每个礼拜就会涨价一次 所以以后内容当然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希望各位把握机会 今天把握现在这个时间 把握现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觉得他可以让你这辈子可以不愁吃穿 事实上也是 我当初也是因为在2003年那时候 发现网络行销可以针对非常多的人 去发布我的讯息 所以我就迷上了网络行销的方式 去做业务的工作 我就没有再到马路上去扫街去开发 我全部都是在网络上找到我要的客群 那现在做网络行销比以前更简单的 因为现在有脸书 你要去认识陌生人真的太简单了 在脸书上就可以认识很多陌生人 根本就不太需要再去沿街拜访 然后陌生开发 其实在网络上陌生开发 其实是更快的 只要你学会这套方法 然后再来呢 你就是要精进你的文案的功力 甚至你拍影片 或者是用PowerPoint的 用影片来描述的功力 只要你增强这些功力的话 套上这个懒人包的这些工具 那你这样的行销真的是无往不利啊 今天我们来讲述的功力 也听到我做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讲述了 这是我们来讲述的功力